当地时间11月15日,ATP官方在伦敦年终决赛现场正式宣布,将从2020年开始举办一项全新的团体赛事,ATP杯,将有6个小组共24个国家参与。 这些国家的顶尖选手,将透过小组赛家淘汰赛,的赛制在时间时间里争渡最后的冠军,冠军还有750分的基本奖励。 这项赛事也就是业内所抽的网球世界杯,而联想到RTF的戴北斯杯,将在明年实行新赛制,18个国家在11月中下旬进行为期,一周的戴北世界组决赛。 ATP在这个时候,宣布将在明年代杯决赛,不到两个月后举办网球世界杯,似乎表示在网球团体赛事上面,ATP已经和RTF出现非常深的分歧。 之前,西班牙足球明星皮克有份推动的新赛制戴北一时间,成为了人们的风口浪尖。 去年代杯冠军法国队的核心成员溥一曾强烈表态这是个错误的决定,而德国名将小茨维烈夫也在总决赛上,明确表示,不会在赛季末参加这项赛事。 明年改制后的新代杯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。 赛事主办方还在向顶尖球员抛纵改来吃,但目前的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。 正当ITF一心想打造自己的网球世界杯的时候,另一大网球组织ATP制在今年7月就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团体赛计划,有分析认为是希望这项赛事与改制后的大维斯杯坑坑。 而就在11月15日,ATP官方终于借着伦多总决赛的舞台宣布了这项计划。 据资料显示,首届ATP杯将从2020年1月初在欧大利亚的三座城市举办,24个国家将被分为6个小组,通过10天的比赛决出冠军,冠军队伍成员最多可以获得750个ATP积分。 这24个国家将根据ATP担当排名上,各国投号难担的排名从高至低确定,24个国家该赛事将由ATP和澳大利亚网球协会联合举办,选择在1月份的澳洲举行。 无疑方便了参赛球员更多时间适应,也为随后到网做好热身准备。 更重要的是不菲的积分和奖金,也能吸引更多球员前往。 不过,尽管时间和条件不错,球员对这项新团体赛事也是有赞有谈。 ATP球员工会主席德约科维奇就表示,两年后将拥有赛至十分相似的两项赛事,中间只隔着6周时间。 这不利于运动的发展,也很难持续下去。 他还认为现在的职业选手已经拥有相当长的赛季,而现在还在不断增加赛事。 人们更应该注重比赛质量,而不是数量。 两个网球世界杯能否和谐共存,看来要在十四个月后才能出进成效了。 Fran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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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